大家好,我是Greta 今天就要和大家去講解一下 由側板式或者抗野式反反平板式和下九式 如何令到腰部不太不舒服 這個過度是流動瑜伽的旅程而言 如果你不太清楚知道我在說什麼 可以看看 通常我用過側板式去示範 5、4、3、2、1 走,去到側板式或者下降 通常人們會說走走走走 這樣 你可以看到我是由盆骨抬回去 去到中間位 帶回去做平板式 狂野式也是,狂野式在反 狂野式反回去下降式 通常人們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是又是 盆骨這樣下來 就是這個原因 有些人會令到腰部不太舒服 尤其是如果你經常這樣做 那怎樣可以令到腰部不太不舒服呢 首先要說一件事 因為我們習慣了做每一個練習的時候 然後都是盡量在形狀上 在腰部不太舒服 用了所有的力去做 反而覺得結束這個形狀 就會覺得終於完了 不理會怎樣做 散開了一個人就反回去 通常其實結束這個形狀的時候 如果你不夠意識去做 很多時候就是那個問題會發生 因為那個反差太大 所以變成我們結束每一個形狀 每一個動作的時候 都要留意意識 不要說走來走來 不用這麼急趕 那為什麼我們會用盆骨 去帶著整件事走 因為其實我們人的腦袋 和身體是超懶的 想用最少的力去做它 既然盆骨是一個很大的關節 亦是比較重的 如果我可以拼得到的話 而且我們腰部相對於整條尾龍骨 整部分來說 它是一個最靈活性最強的地方 如果我這樣拼的時候 我這樣拼著盆骨 我整個人都會跟著走 那為什麼要這麼費力 要拿著什麼 收緊在哪裡才去做這個形狀呢 所以為什麼做得久 用盆骨拼來拼去呢 有些人如果腰部不太多支援 他們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下次你做 你不妨可以想一想 由肋骨去到我們小腹 這一部分是一組的 不是散件 而你每次由側面或側面反出來的時候 你是想由這一部分長大 即是換句話是會這樣 又是先做收拾顏色 我不會弄你手 但清楚一點 好了 要離開了 那我就會想著 肋骨去到我下腹 這裡微微有一點收緊的感覺 不要散開了 不要離開了 接著要離開了 這裡是一組的東西 由這裡帶領 那我就會慢慢 再拼了 慢慢轉 那你就會看到 不是那麼鬆散 沒有那麼鬆散 好了 轉了 這樣 而當我由這一組的身體 去帶領的時候 我的臉部也會盡量有些控制 不是說 好 到了 好 戴完之後 我盡量也不想讓我的臉部 到處走 所以這裡是主角 這裡是要跟著他 不要讓他自己自由發揮 這件事是側板色和狂野色 都是適合的 我很快要做狂野色 那 這個 那又是 好 我走了 找回我這部分 由我的臘骨 去到下腹 是一組的東西 好 走了 慢慢慢慢 出來 那又是 做的時候 記住 盆骨是跟著的 好的 肋骨 腰 去到哪裏 盆骨便會去到哪裏 不要讓盆骨 自由走 這部分是要多一點意識的 當然我是慢動作這樣做 當我們做流動的時候 真正的流動不會有那麼長的時間 所以留意你的腦袋和身體 要多一點 那一年是要強一點 當你做的時候你會覺得順暢一點 今天 這個小小的 提示 我是由Bernie Clark老師學回來 我覺得這個是超有用 亦都給我有更加多的意識 在這一部分的身體 令到我整個練習 不僅是這個過度 是整個練習 我都會跟他溝通 我覺得整個練習 會穩陣一點 穩定一點 好 今天就是小分享 希望可以幫到手 下次見 拜拜